近日,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里程语课题组采用先进的光遗传方法证实了瞬间记忆的幕后操纵者为大脑内侧的前额叶,额头后面的一片大脑区域。 当瞬间记忆正在进行时,内侧前额叶负责信息的暂时存储,而当瞬间记忆任务的学习基本完成后,信息的续存储功能就会转交给其他脑区。 这时,内侧前额叶会转而负责发出抉择行为的指令。 瞬间记忆的学名为工作记忆,是一种用秒来衡量的短时记忆,它好比电脑里的临时缓存,负责存储思维的中间结果。 李承宇说,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每项智能任务的完成都离不开工作记忆的参与,这就是为什么身患老年痴呆、中风等疾病和衰老的人,他们的工作记忆会出现缺陷。 与前人的研究相比,李承宇课题组的创新之处在于光遗传学方法的使用。 此前,由于实验手段的不足,科学家一直无法准确捕捉到以读秒为工作单位的瞬间记忆脑细胞,因此,对大脑处理过程的详细路线图也所知甚少。 如今,李承宇课题组利用激光完成了将对大脑神经细胞的控制精确到秒,终于确证了大脑中前额叶皮层细胞的功能。 李承宇说,大脑前额叶占人脑皮层总量的30%,现有研究已初步证实,瞬间记忆的好坏与人类的智商存在着相关性,与先天的基因也有相关性,但后天的学习和训练也能提高瞬间记忆的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